1985年 60岁的马哈迪以我国第四任首相的身份 第一次踏入神州访问 那如今时隔33年之后 2018年 这位大马传奇 93岁马哈迪 以我国第七任的首相身份 在上个星期也完成了他二度任相之后的首趟神州之旅 然而在这两度首相任期里的第一次 33年前与33年后 敦马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 出访中国的目的 想从中国身上带回的东西 已经完全不同 今天八点自日报要先带大家走一段时光隧道 用历史画面 看看马哈迪在1985年 第一次的中国之旅 也看看当时中国的发展情况 八点自日报从历史资料库里 翻轴出了珍贵的历史画面 灰白昏黄的色调 这是敦马第一度任相 在1985年首度访问中国形成的全记录画面 20 November tahun 1985 1985年 敦马首动访问中国 当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还不到7年 依旧相当落后 封闭已久的中国刚刚对外开放 敦马在中国官方的行程 除了正式会见 时任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官方仪式之外 其余绝大部分 都是被安排走访中国文明世界的大自然美景和历史古迹 当年正值中年才60岁的敦马 体力很好 剑步如飞 在北京 敦马和妻子走的是 绵延上万华里的万里长城 访的是中国明星两代皇宫顾公子进城 在那个中国只有美景 是令人赞叹的1985年 对马飞到中国杭州 也不过是吃吃风 欣赏水壁山清 湖光山色的杭州西湖 到杭州除了游西湖 敦马也去看了杭州刺秀 了解中国传统手工艺 并且在游山玩水之中 结束了他首相生涯里的中国之行初体验 是的 在那个1985年 敦马第一次出访中国的时候 我还没有出事 那中国也才刚刚改革开放七年 人民还相当贫穷 发展落后 一雄二白是对中国最贴切的形容词了 那当时的中国没有多少工业 农业也不发达 普通老百姓他们的文化水平 科学水平都不高 而在刚刚昏黄的历史画面当中 大家也看到 当时中国他们唯一感到骄傲的 是他们的大自然美景和文化古迹 外国的领导人到访中国 也是去看看历史古迹 湖光山色 那33年前 敦马带着200元的经贸代表团 还有大笔资金 第一次去到中国 对于贫穷落后的中国 敦马当时是为了欣赏中国的美景 还有要掏钱去进口中国的农产品而来 然而时隔33年之后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经济全面崛起腾飞 而这回敦马 他再次访问中国的目的 完全相反了 如今 是要将中国的资本和科技 带回马来西亚 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2018年 敦马第二度正向首次访问中国 8.4日报随团 全记录高清拍摄 相较1985年首次到访 时隔33年之后 敦马再次回到中国杭州 被夸张的形容和天堂景色 有的比的杭州西湖 美景依旧在 但是敦马这次到杭州 看的不再是大自然湖光山色 敦马看的是由科技主导的未来世界 33年之后已经摇身一变 变成一座中国科技城的杭州 这里是世界最大零售商 阿里巴巴总部的基地 也是浙江吉利汽车的大本营 33年前的1985年 敦马首次访问中国 曾经把刚刚面试的 10辆国产车 普腾在家 带来中国 卖给中国当得是 原来33年后的2018年 Proton半富身家被中国汽车集团 极力给买下了 还被人家把中文名改成了宝藤 在杭州参观了一轮 中国吉利汽车后的记者会上 淦马除了赞叹 中国的汽车制造神速进步 也不禁如此感叹 当 Proton 第一次制造 吉利没有任何地方 我们这里送了6车 Proton车 我今天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你们知道 吉利有厚厚厚厚厚厚 时隔33年后 敦马再飞到北京 会见当今中国国家领导人 中国人民大会堂依旧雄为耸立 而迎接敦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三军一上队 气势非凡依旧 然而如果把镜头拉离中国人民大会堂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首都 北京已经晋升为一座 现代化摩天大楼林立的世界级首都 33年前敦马首次到访北京的历史画面当中 旁白先生在叙述北京的交通情况时 是如此形容 然而33年以后 中国已经从自行车国度 转变成了汽车王国 北京条条大道只要是在高峰时段 都赌得无法动弹 而敦马在北京的访问行程 不再是万里长城或是故宫子进城 而是作为世界最大无人机生产商的中国企业 以及农耕技术研究 已经是飞跃到全人工自动化的 中国国家农业科学院 你来到中国 你已经看到 中国已经在增长 很快 我没有看到 国家增长这么快 中国在背后 中国在背后 当我们变得不自行 我们是不得 我们是国家三国之一 所以是中国 但是当时他们改变的系统 你会看到 他们会有多快 他们会增长 33年前后人士雾也飞 文马同样以首相身份走访神州 但是中国的发展已经是今非昔比 相信老一辈的观众 如果当年在中国还有一些亲戚 感受一定会特别深 当时中国是贫穷到三餐都无法温饱 他们不时都会寄钱回到中国救济亲戚 但是一代人不到 如今敦马再于堵出访中国 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已经取得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敦马访问的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大家刚刚在画面中所看到的 大马要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取经 学习中国农业高科技化的人工室内培植技术 看中国如何让他们庞大的14亿人口粮食 得以自给自足 33年前后重访中国 刚刚大家也听到了 敦马他忍不住赞叹中国的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 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 正如西方媒体所形容 经济改革开放40年 已经让这条沉睡的东方巨龙苏醒了 而这40年来 本来赢在起跑点的我国 虽然不至于原地踏步 但是在各方面的发展 已经是被抛得很远很远了 这趟神州之行的所见所闻 就不知道会不会让敦马和他的西蒙政府代表团成员 从中得到什么样的特别感悟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